chdd vert 喂喂habhab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18日 還記不記得哪位是蔡南生 wouh真是的 為蔡南生名冤 大家記得哪位是蔡南生 就是西環那裡 說受到微波控制 我不排除的 幹嘛無緣無故有這樣的傑伙 然後的士司機不幸運 到最後在南亞島被人騎走了 的那位賽男生 而人酒茶樑陣英 就已經出金30萬怨紅 我不知道 他有可能在怨紅那裡加多汗細節 就不知道為什麼賠不足 不要用那個賠字 作為一名人大政協 30萬元你都走帳的時候 或者他原意就是這樣 他的初心就是 我一定要先拿到一個山兵 所以我就說怨紅什麼怨紅什麼 哦 那他以前那些什麼803 叫人舉報各樣 那些傑伙收不收得足 就是事就做了 糧就沒得出 有漢出沒糧出 那些人也不聲不聲 因為如果出聲的話 少少都沒有 啊 那我覺得 應該是定期性的那些 因為他們定期又讀這個又讀那個 跟著 出手就大呀 就說那些什麼幾十萬幾百萬 到最後下手的可能幾千元 然後每一我計 所以才鼓勵到他們不斷這樣做 嘩 用不需要做到這麼弄呀 拋爛腳趾 哇 他們那些人真是的呀 那些天空的藍 我說不相信 李斯燕其人呢 你們大家都認識他的啦 以及收工男 沒有錢他們不開工的嘛 那為什麼呢 肯新鮮事卒 成為國家的數據之一 被人氣化了都不知道什麼事 就等於那個江信而已 亞洲 周刊 啊 現在你暴露了他身份 算怎樣 全部建制一起出聲 不過 你看他的口吻 你已經知道是什麼人呢 這個都是公開的秘密 就是各大傳媒其實已經安插了很多的話事人在上面 所以結果 有些人呢 啊 覺得命徒不仔 就是作為一名記者 啊 都很想將世界的真相傳出去各樣 啊 又或者寫稿員啦 那結果 頭上那些永遠呢 都會看一下你寫什麼 有時就抽稿 有時就改稿 簡單說就是啊 我們經常 啊 講的什麼編輯自主呢 是沒有的 啊 就是 大班經常講那些嘛 到底 啊 你是有沒有編輯自主 如果 要是高層認可的內容啊 啊 才可以播出的時候呢 這些就不叫編輯自主了 亦所以 有自媒體的誕生 什麼叫自媒體啊 是你自己作為主人 啊 沒有個編輯在這裡啦 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Anyway 為什麼突然間提起蔡南生這個人呢 因為 他和陳同佳 啊 都一樣而已啊 但是陳同佳竟然獲得特別的看待 所以啊 有些人就說 你不關陳同佳這個人的事的 查實啊 其他人 啊 就是換做其他事或者其他人呢 林鄭月娥都會借題發揮 如果 陳同佳最後啊 那就看一下個判刑咯 他真是判了的各樣的 那你又知道 咦 似乎真的哦 他又真是一隻棋子 但根莫不是哦 是等同特赦哦 就這樣放他出來到處走哦 那為什麼蔡南生不可以呢 你既然都是安全屋管號名 啊 帝使他出名的 這個叫管號名安全屋事件 既然他可以 為什麼蔡南生不可以呢 你又不放他到處走咯 事實上他們就不會 於是乎 哇 陳同佳能夠有這個這麼優厚的待遇啊 我是完全懷疑當日呢 他做這件事 背後啊 有很多內情你是不知道的 就等於Sir David Amos 當日是怎樣給一個索馬利亞人 就是將他 叫來我們身邊呢 現在離開了我們啦 所以其實啊 這些啊 出錢給人家 去做某些事 是經常有的事情 不是什麼叫龍哥虎哥炮哥啊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 餅強 犯了法就要拘捕 是只拘捕的 怎樣判是另一回事的 如果是他部隊裡面的成員 就是好像展彭sir那些 有另一種方式看待 就好像陳同佳這些呢 有另一種方式看待 基本上 其實呢 我認為香港政府啊 是可以廢了司法部他 另外呢 就 就好像沈小文法官一樣 將那些法官驅逐出境 反正都沒有用的了 是不是 就說餅強負責裁判嘛 今天啊 餅強說的是什麼呢 那之前呢 他已經說了的了 大家誰啊 如果你走去 有意圖去慶祝相拾的話呢 就是觸犯 那他說的 觸犯這個國安大法的 那他應該上人大那裡拘捕 甚至乎陳茂波啊 各樣那些 他應該身先是足 掛著陳茂波的三嶺 那就稱他入四條柱後面的 又沒有這樣做 哦 即是怎樣啊 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 這件事呢 他講錯 第二 的確他沒有說錯了 只不過講字的 而事實上呢 他動調國旗法國歌法什麼出來都好 在外國那些 甚至乎 選地點 走去氣化了那支紅色那樣的東西 在中國大使館面前 那你又有沒有走出去 又或者 如果你說 真是要面子各樣的話 那我建議你呢 就在焚化爐那裡執法 為什麼啊 每日都燒不知道多少張啊 你想一下都知道的了 這個是邏輯問題 你print了那麼多支國旗各樣出來啊 以及那些布啊 紅色那些筋啊 你到最後會去了哪裡 那所以啊 第一個要抓的 當然就是焚化爐經理啦 是不是這麼說啊 Anyway 這裏餅強自己說的啊 他就說 他覺得香港啊 有很多如同陳同佳蔡南生一樣的犯 但是 他們混完之後呢 出來都是一個人 是不是說廢話 就是 出來的時候 都會變成什麼 史力家 還是冰河世紀的那隻蟲鼠仔啊 跟著又說 都要正常生活的 那視乎 什麼為之正常呢 是說更新中心的那些呢 江嶺 又背得熟 然後 又提到 是沒有辦法這樣的 協調陳同佳和潘曉穎的媽媽去會面 簡單說不關她的事 關不關她的事也好 現在人家在質疑的就是 喂 陳同佳 你這些是奪去了這個潘曉穎小姐的那個性命 而且最正確鑿的一個犯來的 陳同佳旗旗人 現在可以招搖過市 他真是應驗了成語裡面的那句 對呀 就是蕭搖這個法外的 就是這些原來是蕭搖派的 而事實上 當日 陳同佳旗人 走進這個安全屋裡面 大家覺得為什麼要去安全屋 是怕他構成這個公眾的安全威脅 還是還是怕公眾構成陳同佳的安全威脅 在安全屋外來做什麼的 是腦簾那些 是保護證人用的 大家不要搞錯呀 就不是怕這個陳同佳 出了市面 對其他市民構成什麼影響 就是在保護他 更何況 就是現在 他已經變了自由人 潘曉穎 之前 就是遇人不熟啦 找了李慧琼那些民建聯的人 那今天很多人就認為 是應有此份報章 即是立場新聞的報道 很多人可能會同情 但有些人就在嘲笑 我屬於哪面 我完全沒有同情 可能沒辦法 第一天出來撈 會信李慧琼那些 你現在就問問林文建聯那些人 看看他們出不出聲 可能會出聲 哎呀 不好意思 幫不到你好忙 我還要去日本浸溫泉 我劍和服申買的 那當然啦 我是不會跟潘曉穎媽媽說 你被人利用了 你都不知道 為什麼 他知道的 他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 現在用完職器而已 已經進入被遺棄的階段 但是他心理上又承受不了 這個被遺棄的階段 所以你不做事又不行 那當然啦 有些人就認為 哎呀 他都是為女兒而已 可憐天下父母心 我們是應該 哎呀 你都很慘的 那女兒這樣 跟著人家姓陳那個 即是家下 他似乎入罪了 嫁了個姓沙的 沙塵 可以招搖過市 然後應該就不會發生的 因為潘曉穎媽媽就說 怕陳紅佳會對他構成什麼 即威嚇各樣 我覺得短期內是不會的 短期內 即短期內這麼多隻眼睛看著 看都幾年後啦 此其一 其二 長期間不包的啦 保險都不包啦 其二就是 第一禍的時候 就可能是索馬利亞模式 索馬利亞模式 是拿了Warrant 有人保護的 還有阿餅強現在 都不是更新中心那句出來給你 但是 如果不是索馬利亞模式的時候 當局的保險就不知道包不包的 所以 下次就未必是安全屋的 以陳紅佳其人 第一禍 他明知沒事 所以才夠膽的 你看看他的樣子 小小之背 第二禍 他不敢的 所以潘曉穎媽媽也不用擔心 他應該就不會再犯 不過不捨包單 以後不要找我 我最多送一隻公仔過來 當然啦 也有些正義人員 就會出來 跟頂強說 女期的聲音 你無什麼 你下什麼 你什麼 我的嘟嘟聲 不好意思 Youtube會黃標了我的 所以 女期的聲音都要嘟了他 總之 你無什麼 你下什麼 你什麼 你真是方天下之大什麼 大謀應該說得 Anyway 宮曉穎媽媽 亦有一句語重心長 就跟陳同佳說的 看完 就發出會心的微笑 但是呢 又說得很正確的 我在這裡 專讀一下給大家 又或者可以構成枯照 就不知啊 他就說 希望陳同佳 在政總的門口 的對面 就當面 我要問清楚他 當著全香港人 不要抬這個牌匾出來 受不起 當著全香港人的面前 職場致電 投案 就好像當日 原來有這件事的 哎呀 我也不知道 幸好潘母呢 潘母媽媽提醒我們 就如同當日 這個 什麼人犯 他有說到陳同佳的名銜 叫什麼人犯 陳同佳 在這個 管牧師 他還專稱為管牧師 應該叫管同謀 陪同之下 當著全香港人的面 承諾過 會投案的 同時間 哈哈哈哈 他是要求中聯版的駱惠寧主任 抽時間 他都知道人家鬼人善亡 協助解決這件事 解決事就不知道了 解決你又有機會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